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啦 唯有遷就你們 人多世眾 是成功的 當然要嚴重我們這個問題 我們想問一下Howard Victor說完如何成功由冰進化成一個沒那麼冰的冰 其實算不算是冰 算成功追到那時候的女神 其實前一集我都已經說過 其實你很多時候因為你代入了那個角色之後 你很容易變成一個棋盤裡面的棋子 你要如何儘量去跳那個棋子呢 首先你要對自己有一個信心 你做的事情究竟是不是對的呢 例如現在我跳了我做下棋的人 你要真的相信你自己是一個下棋的人才行 你不可以有一刻質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下棋的 我是不是真的被人控制所有棋子的 你要相信這件事的話你的自信心會好一點點 你的自信心好的時候你的態度和表現會好很多 所以心理的素質問題 質素問題 你要說白一點 你是怎樣成功呢 其實我自己一直都是說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對我自己不一定是work 但是我自己的說法就是我要三個check point 是不是有些資料到呢 完全不同了 一早就這樣吧 第一個check point 其實我講過的 其實第一個check point的意思不是有不同三樣東西 第一個check point就是 拖手 用套和處女吧 首先我就是說我約你吃飯 或者我表示更進一步比較少少 take advantage少少 更加aggressive少少 第一次我約你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check一下check point 或者你有少少拒絕或者怎樣 那你就明白 我第二次會再approach 然後你也會再拒絕我 OK 可能意外你可能沒空 我給三次機會 這三次機會沒有了呢 完結了 就是你覺得這個女生就是對你沒有興趣 你就會放棄 首先沒有這麼巧合 我約你第一次吃飯也好 約你普通做什麼也好 你完全不給我機會的話 根本上我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進不了第一步 那三個check point我check完之後 OK 如果是三個check point都沒有了之後 如果你不找我 我不會找你 所以你覺得是你會嘗試約他出來 然後他三次 三次的要情都不行 你會覺得這個女生對你完全沒有興趣 如果這三次都是一個意外 可能你真的這麼巧合 你三次也約不到 我想說如果第四次他約你呢 去 為什麼呢 所以說我三次我不會再主動約你 但你約我我會去 因為我覺得可能那三次是一個意外 但第四次你就不會再約他 我不會主動約他 所以這個就是你會想 這個是一個試探 一個試探 試探對方對你有沒有這個興趣 如果三次不行 可能真的是一個大家圓坑一面 有什麼意外出現 第四次可能你會覺得 不好意思你真的約了我三次 我真的三次都沒有空 好 第三次我再約你了 你作為一個正常的人 一個正常人的禮貌 你是不是應該要約那個人呢 如果你都不做的話 我覺得算了吧 這個人對你沒有心 完全沒有心 連朋友他都不想跟你做 那你何來可以追到他呢 我就是這些hi bye的朋友 hi bye 就是這些hi bye hi bye hi bye 就算了吧 那你怎樣 我啊 你明白吧 我明白 你有方向 心理質素 有你的質素之外 那你怎樣 需要一些基本的打法 起碼你首先是 我屬於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式 就是首先 如果剛認識了一個女生 試一下摸大鼻子 不是 這些是你要做的事 我也是被人摸 這些是會被人做的事 Micky摸 Micky摸 他實際派 是 你理論派 你叫他去摸 他自己摸 不要再說那些觀眾聽到不明白 是不是摸上了 目匹那麼多 就是循序漸進 就是如果我第一次認識他 我如果有行得到他的聯絡方式的話 那平日我就會用現在的message 或者WhatsApp 去和他寒圈一些平時生活上無聊的東西 起碼大家先建立一個溝通的關係 在那個當中期間你會引用Sambuno的做法 不一定的 因為他那種其實是太理論化了 如果完全按照他那種不一定會合作 就是要看情況 就是有時候可能跟著他那個說什麼短一點 或者隔幾分鐘才會回覆 可能會合作 但跟著不一定會合作 嗯 什麼戲挺好看 我想去看 要不要一起去看 那這就變成單獨的約會 那你在戲之前又是要去吃飯 那然後有單獨約會 你又有一個機會去大家加深一個了解 你也是會繼續跟他私底下聊天 就是這段時間沒有約出來 我都會繼續私底下跟他在一個電話的message溝通 就是增加這個感情 給予一個聯絡 或者他試探一下他對你怎樣 或者他周圍有沒有人追 其實message這件事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就是試探一下加上增加感情 所以我常常覺得這個新的技術 科技 不論是科技 這是技術來的 科學技術 科技 我覺得是一個偷情的很偉大的發明 就是你又不斷地試探對方 跟人家曖昧 就算你定有分你都可以跟人家曖昧 就是會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太複雜了 如果那個人是有一點對你有好感 根本上也不用用到那麼多 不是那你的好感 好感是你說他那種對你好感 一開始他對你第一印象的那種好感 但如果他開始對你沒有這種好感 但你對他有這種好感 你想他對你這種好感 你要通過這些渠道去建立 令到他有這種好感 令到他有這種好感 他是不是一定是你剛剛說的那種女生 是不是 不是說我對其他人特意就不對你 這樣對你沒意思 說不定他真的什麼人都不對呢 都有可能的 就是釣高來賣 對 雖然你想釣高他來打 是不是 都有可能的 我真的想釣高他而已 所以說如果是基本打法 就是我覺得是一兩種 就是不斷用這個電話 的訊息 然後群體的活動 然後變成單獨的活動 再去試探一下那個意思 我覺得團體活動 我一後約團體出來 Hand out出來 這個朋友做好招待 是啊 Haro可以試試 起碼首先他不會先拒絕 而且那個情況會比較容易控制到 我覺得Haro可以頭三次試一下團體約出來 不要這麼快一開始就單獨約出來 因為其實很多女生對一個 未見過面的男生 或者是剛剛初相識的男生 單獨約會是會有控制的 因為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有一個經驗就是 我不想將自己 太多人知道 不是知道的問題 我簡直知道大家拍拖之後 我都不想將一些友情感情 搞那些瓜葛很亂 我不想 就是我覺得如果你喜歡你 根本上你兩個人就夠了 那些是團體 那些是甚麼雜誓 但不是一開始他認識你 他就會喜歡你 但你這個想法是 如果你是金城舞 很帥哥 隊友 Super Junior 那些 就應該是可以的 對方一看就喜歡你 首先他喜歡你 你在他眼中就是這群人 不是的 如果你一開始給他 不是這一群人的印象 你要通過理解才變成 在他心目中的這一群人 其實是這樣說的 你不要將 你因為你自己心虛 你覺得單獨約出來就有問題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不時跟一些女性的朋友 我真的當他們完全是朋友 大家兩個出來聊天 出來吃飯是一個很正常的問題 為何可以這樣做到 為何一個喜歡的朋友 做不到 因為你心虛 你就覺得我約你出來就有東西 你就是覺得這樣 為何你要將自己 轉頭去說就是那個心理質素的問題 你只要自己將造成不是有東西的時候 你做了一件事的時候 會快很多時間 但是你沒有東西 你不會說真的去追一個女生 不是的 我真的試過有些朋友 我真的想跟他做朋友 我只是想約他出來吃飯 就是這麼簡單 我真的沒有東西 那你不會打算追他 那我問你 那你成功和失敗的機率是多少 怎樣成功或者失敗 你說的是單獨約出來 當你對一個女生有好感 然後你嘗試想追她 或者對她進一步了解 然後被拒絕和成功的機率 就是最後得手或者失敗 不如這樣說 怎樣說 我得兩單 但兩單都失敗了 那算不算是失敗率高 非常高 百分之一百的失敗率 但是 OK 但是你又不願意接受我其他人的意見 我保持我的意見 我覺得我自己是會 我皮皮心理真的受害很重要 因為我曾經有成功的例子 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 那你說兩單失敗那是怎樣 不是 就是說我說有兩單失敗 你喝醉了 就是三單裡面有兩單失敗 因為那個不可以做sample 因為太少了 我就是說total 你不可以說 你一個為之total 那你成功一次就叫100% 那你現在有三個 那你現在有三個 這個數據是對的 但是不做 我就是問你碎個 你現在有三個 你成功只一個 然後碎了兩個 但我成功的已經是八九年前 你明白嗎 但你也是用你自己的那種方法去做成功 是啊 同一個方法 現在他想問的就是這個 是啊 他明白 他明白的經驗 你明白嗎 我明白 其實我的手法現在有30%成功 這個辦法 以你的經驗 嗯 還有我覺得現在我的做法就是 就是由朋友開始 我不想做的 其實所有東西現在都有改變到 有策略有改變的 我不想 其實最主要一個 改變還改變 但最終那個重心的核心 都是沒有改變到的 核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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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核心的核心 最重要都是表現自己 做回自己 都是兩個人 一開始就單獨約出來 就沒有說群體活動 都是看情況 就是為什麼 我覺得會贊成 一開始第一次 要是 你不要走啦 要是群體活動 就是因為 除了你可以比較容易約到他出來 以及比較容易處理到情況之外 你可以看到 他跟你其他的朋友相處的情況 是怎樣 你可以從一個側面 去瞭解這個女生 其實呢 因為我真的有一個信心 就是當他如果 我真的可以爭取到這個單獨的機會 我的機會率是高達60% 但因為我在那裡已經失敗了 不用 OK 我感謝你今天寶貴的意見 不用 這個總結就是 大家有失敗中學習 而且要打開你的耳朵 去聽別人的意見 也對 我希望HOWL有一天會成功 是 希望你一天會成功 將你的成功的機率去到50% 嗯 沒錯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為何我做了嘉賓 我答應 我答應 我也用來 感谢观看